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因患白血病 于2022年11月30日13点13分在上海去世 享年96岁 自现任公职以来 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公众关心的焦点 屡屡有关于他病重病危甚至去世的消息传出 而江泽民每一次公开露面时的状态 也都会被媒体及公众仔细审视 在今年10月举行的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江泽民并没有露面 当时就再度引起外界关注他的健康状况 江泽民生前是除习近平之外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1989年邓小平以他来代替六四事件当中 被迫下台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在江泽民的统治之下 中共不断加强对权力的控制 而工程师出身的江泽民也逐渐拥有了左右中国政局的能力 即便他在2004年已卸下官职 但在之后的十几年间 他的影响力也绝对不容小觑 虽然每位中国领袖都有自己的风格 江泽民的行为规范仍然可以说得上是独树一致 一方面他掌握英语俄语等多国语言乐于炫耀自己的音乐造诣 另一方面在没有中国国家官媒在场的情况下 他也不介意偶尔袒露所谓的真性情 比如说他曾在访问美国时自信的唱起京剧 弹起吉他与知名美国记者用英文弹笑风声 也曾当面训斥香港记者太天真 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 江泽民指导中国走过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时期 在魏期间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 转变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大为改善 他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天安门镇压后的低潮 带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化市场改革 开启了中国速度的经济腾飞 更是见证了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回归 江泽民的批评者则认为 江泽民主要是一位改良者而非改革者 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 确保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前途 江泽民只注重经济发展 忽视政治改革 且过于注重个人形象 在他的任期内 他加强了中共政权对军队的控制 铁腕镇压法轮功 也对台湾立场表达的更为强硬 江泽民最近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是2019年10月中共建政70周年阅兵仪式上 当时他看上去已经有些虚弱 当天在两人的搀扶下 与习近平胡锦涛一同缓缓走到天安门城楼上 整个过程当中 江泽民都戴着墨镜 与走过的授阅部队和游行群众几乎没有任何互动 即使是抬着他的大幅肖像 即象征他政治思想三个代表 标语方阵走过时 他也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2019年距离他登上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正好30年 1989年夏天 中共派出军队镇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的学生 立主政治改良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因反对邓小平的指示被迫下台 而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 则被邓小平选中 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名义上最高领导人 之后的30年间 江泽民从一个不被外界看好的过渡总书记 一步步掌握了军事、政治、人事等各项权利 成为邓小平逝世之后中国最有权利的人 1926年江泽民出生于中华民国政府管制下的江苏扬州 他的父亲江世骏曾是一家电器公司的会计 后来成为一个轮渡公司的经理 他的母亲吴岳清出身农民家庭 江泽民的两位叔父 在当时参加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共产主义运动 1939年其中一位叔父 中共地下党员江上青遭逢意外去世 由于膝下无子13岁的江泽民被迫过击到叔父家 1946年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交战之际 10年20岁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的江泽民 选择加入共产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由美国人投资创办的上海艺民食品公司做技术员 公司的产品包括美女排冰棒以及其他一些冷饮 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 工厂在江泽民的协助下被共产党接管 并将产品更名为光明牌 1955年江泽民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 之后还曾在罗马尼亚从事外交工作 在受到江泽民认可的传记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 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称 江泽民的国际视野也正式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这个这个戏就说方说店 通通说店里也用不着拍摄的 您好 我是 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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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床 1951年江泽民与同为扬州人的王也平结婚 王也平父亲曾在上海经营一家中小型的工艺美术制品作坊 但后来嫁到中落 前面提到的江泽民13岁时被过继给叔父家 而王也平恰恰是叔父江上青一双王者蓝的侄女 因此江泽民王也平也就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兄妹关系 王也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同江泽民育有二子江绵衡和江绵康 江泽民首掌大权之后 也让在美国工作的大儿子江绵衡尽快赶回中国 闷声发大财 江公子深得其父贪欲真传 也很快赢得了中国第一贪的头衔 江绵衡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上海分院院长 1994年江绵衡用数百万元人民币的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 并亲自出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开始了他的电信王国生涯 这家公司有多牛呢 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杨雄 后来直接当上了上海的市长 可见这家公司的影响力有多大 上联头表面上是国企 但实际上等于是江绵衡的私产 由于江绵衡是江泽民的儿子 所以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做生意包赚不赔 海外华裔和西方商人 包括雅虎掌门人杨志远等也纷纷上门拜访或投靠 几年的时间 江绵衡就建立起他的庞大电信王国 是2001年上联头和上联头控股的公司已有十余家 如上海信息网络 上海有线网络 网通等 业务相当广泛 比如说涵盖了电缆 电子出版 光碟生产 电子商务 以及全宽频网络等 在没有中国网通 也就是大网通之前 江绵衡是网通的老板 但网通早已让江绵衡给折腾空了 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批包公司 为了解除江绵衡的危机 江泽民亲自下令中国电信必须一分为二 分为北方电信和南方电信 并把北方电信10个省的固定资产白白送给了网通 也就是送给了他的儿子江绵衡 2008年 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成立新的联通公司 包含了大网通 联通的两套人马 拿到江泽民送给的金荷包之后 作为内地四大电信商中唯一一个没有上市的公司 网通的上市时间却一拖再拖 2004年10月是规定上市最后期限 在这之前 江绵衡把网通三次整合 之后再统统撤销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整合 撤销把戏当中 将国家电信的资产全部挪进了自己的腰包 江绵衡的亲信 中国网通总裁张春江曾毫不隐晦的说 这一切就是为了股票上市 说白了就是先把官产掏空 再拿买网通股票的人的钱继续玩 2000年9月 江绵衡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王文阳宣布合办红利微电子公司 总投资64亿美元 但据王文阳透露说 虽然号称是合资 但是江绵衡却一分钱都没有出 全部是江绵衡凭借江泽民的权利从银行弄来的钱 200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 江泽民带了国家领导人江绵衡出席 介绍给非富即贵的国际人士 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富豪们 以扩大江氏王国的实力 果然在中国深奥成功的第二天 江绵衡就开始与这些外国富豪们大手笔签下多笔订单 此时江绵衡已经成为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2003年5月号称上海首富的大地产商周正义被查扣 并导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被裁撤 此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 调查结果也直指江绵衡 周正义和刘金宝被接向江绵衡行贿 包括当年假合作的红利微电子公司成立时 刘金宝从中银上海批给江绵衡的十几亿违规贷款 此外 中国网通曾经在2003年9月投资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担任总经理的九州在线 之后 与江绵衡关系密切的前中国网通董事长张春江 在2009年底因涉嫌严重违纪遭中共中央纪委双规 虽然一直有传言江绵衡通过联合投资成为一碗富翁 不过至今他本人和联合投资均没有出面回应有关传言 2015年1月 江绵衡卸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 现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 江绵衡坐实了中国第一摊的名号 虽然低调却是一个风云人物 江绵衡的儿子江志成所掌握的财富则只能用无法估量来形容 传言说江志成远远超过财富榜上的中国富豪们 是中国真正的首富 江志成2009年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 2010年9月就在香港成立了博育资本 从事私募投资业务 而股东们却在避税天堂 开卖群岛等注册多家空客公司 江志成投资的都是中国最能赚钱的企业 像是阿里巴巴 蚂蚁集团 滴滴出行 腾讯 药明生物 信达资产 狼九集团 居然之家 矿式科技 百度爱奇艺 中银消费金融等 他经常在一些能赚大钱的公司上市前精准投资 没有内部消息 他怎么能够做到百发百中呢 在这些公司成功上市之后 江志成立即大幅抛售股票 赚取巨额的回报 这种快捷赚钱手法也被概括为六字绝 圈钱套现走人 江志成的第一桶金是2011年收购上海及北京国际机场的日上免税行 路透社2014年在一篇特别报道 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太子党中披露 2011年博裕出资约8000万美元收购日上行40%的股份 获得日上行控股权 当时日上行的估值约为2亿美元 到2013年博裕的报表显示日上行的估值约为8亿美元 但根据日上行向中共当局提交的2012年销售数据 该公司的估值应该在16亿美元左右 即使是按照保守的8亿美元估值 江志成的这项投资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就稳赚了三倍 江志成收购日上行之后 继续把手伸向其他的大企业 根据路透社报道说 2012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与江志成会面 博裕资本当时加入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牵头的财团 并为马云从雅虎手中回购约20%股权所需的70亿美元 募集了部分资金 财团借此获得了阿里巴巴5.6%的股权 作为财团成员之一 博裕也在接下来赚的盆满钵满 博裕旗下的两家机构分别持有阿里巴巴 1050万股和260万股 总投资规模达20亿美元之多 2014年9月20日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这倍交易被称为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营企业融资 上市首日阿里巴巴市值就突破了2300亿美元 纽约时报在2014年7月21日报道说 博裕资本的子公司对阿里巴巴的4亿美元投资中 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回报 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2021年2月报道说 博裕资本2016年以迂回的方式成为蚂蚁集团的投资者 他先是在上海设立一家子公司 再利用这家子公司投资另一家上海投资公司 然后以这家上海投资公司的名义 投资北京金管投资中心的私募基金公司 最后由北京金管投资中心的私募基金公司 购入蚂蚁的股份 在2016年和2018年北京金管的私募基金 两次投资蚂蚁成为蚂蚁的前十大股东之一 但招股书当中却完全没有提及博裕资本 中国华夏时报2021年6月报道说 滴滴出行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的构架 隐藏了幕后股东的持股比例 但上市文件证实博裕就是他的大股东之一 在滴滴出行的招股书当中 董事会共有8名成员 其中滴滴出行管理层占3席 阿里巴巴 腾讯 软银 苹果的代表 和财务投资人各占1席 而财务投资人正是博裕资本的董事总经理陈志毅 除此之外 博裕资本还染指国有企业 而且在境外也相当活跃 国企方面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被揭曾获得博裕投资 信达成立于1999年是中共财政部全资拥有的国企 负责承接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到香港上市之前 信达向各家银行和私募基金等战略投资者 出售了总计16亿美元的股份 这些战略投资者包括瑞银 中信资本 渣打银行 全国社保基金 美国私募基金 凯雷集团等财力雄厚的机构 而在海外 博裕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以拼音博裕为名注册的关联公司就有4家 4家私募基金的净资产合计约为41亿美元 4家公司之间交叉持股 博裕资本合伙人名下的空科公司 也持有部分股份 就在如此复杂的一系列操作之后 外界很难看清博裕资本背后的真正持有者是谁 即使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人 也很难知道江泽民之孙江志成真实的持股情况 相较于被称作中国第一摊的中国电系大王江绵衡 江泽民的小儿子江绵康则要更加的低调 但多年来江绵衡掌控上海市政建设油水最多的部门 上海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负责全市的土地拆迁规划建筑协调业务 捞取了难以计数的国有资产 把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信条发挥到了极致 另外江绵康江绵衡两兄弟还涉足上海社保基金 挪用案 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曾经轰动一时 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20多名贪官和商界要员 涉案 2011年8月30日 维基解密公布美国驻上海总领馆 2006年12月14日发往美国华府的一份密电 披露江绵衡和江绵康 前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的女儿黄帆等数名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女被卷入其中 但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只会追究陈良宇的儿子 密电还提及到市人大研究员也透露 江绵康通过陈良宇的儿子陈伟丽设入了此案 也因如此陈良宇案草草收场 陈良宇从区长一路升迁至上海市委书记直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都是江泽民在一手提拔 在接任中共中央最高职位之前 江泽民从来没有过处理全国事务的经历 上个世纪80年代 江泽民成为中国电子工业部部长 1985年升任为上海市市长 1987年成为上海市委书记 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无论是担任技术官僚还是主政上海期间 江泽民的工作均未引起过多的注意 他自己也没有显露更多在政治上的野心 江泽民的好友沈永年透露江泽民曾计划 在退休之后想要回到母校上海交大 担任教授职位回归学界 而推动他进入权力中心的就是 中共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8964事件 正当北京的领导人为如何处理学生示威 占领天安门广场 而商讨对策之际 江泽民却已经悄无声息的在上海平息了类似的抗议 当时江泽民关闭了一家可能会煽动抗议的报纸 并且对学生发表讲话时用英文背诵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 额底斯堡演说令学生们感到惊讶 这种在不用动武力的情况下就平息示威的处理手法 给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思镇压之后 在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当中 邓小平选择通强硬派站在了一起 清洗自由派并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 事实上也确认了江泽民为接班人的地位 根据当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回忆 1989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 江泽民这个人有想法有能力也有魅力 这个行政 我就被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上海市的习记 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 所以邓小平总理说我讲话 说中央都决定了你来当总书记 我说令氏高明了 我说实在我也不清楚 我一个上海市的习记住到北京来 但是小平选择都已经大家人的明硬 所以后来我念了两首次 就隔离不加深思义 其不不费群 那么所以我就 就报了 上任一时外界对他的政治生涯前景 并不看好 上海的一些人把他称为花瓶 花架子太多 没有实际内容 许多人也认为他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但是江泽民证明他们全部都错了